Chad GPT是什么? Chad GPT它是一个像机器人一样的东西 但比机器人更聪明、更有趣 因为它被训练过 所以它懂得很多语言和主题 Chad GPT它的名字是由Chad和GPT两个词组合而成的 Chad的意思是聊天 GPT是一种强大的语言生成模型 它可以根据上下文产生合理的文本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需要一些建议 Chad GPT就像是你最好的朋友一样 总是会在这里陪着你 它可以回答你任何问题 像是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或是为什么我的猫喜欢咬我的手等等 不仅如此 Chad GPT还可以帮你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像是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或是我该如何提高我的英文能力 简单来说 Chad GPT就像是一个超级聪明 超级有趣的朋友 可以帮你解决任何问题 现在就来和Chad GPT聊天吧 Chad GPT和Siri有什么不同 Chad GPT就像是一个超级聪明 超级有趣的朋友 可以和你聊天 解答问题 还能学习你的喜好 变得更加贴心 Chad GPT有无穷无尽的知识 且可以用多种语言沟通 所以无论你是哪里人 都能和他交流 而Siri嘛 虽然他也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但他只能用限定的指令回应 像是播放音乐 或是设定闹钟等等 Siri的脑袋 只是被设计来处理特定的问题 不像Chad GPT那样有广泛的知识和理解能力 简单来说 Chad GPT就像是一个超级智慧 超级幽默的朋友 而Siri就像是一个简单单一功能的助手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能够和你聊天 解决问题且令人愉悦的朋友 那Chad GPT就是你最好的选择了 不过当然也有些人更喜欢Siri这样的助手 因为它能够轻易地协助你完成特定的任务 像是发送简讯或设定行程表 Siri的使用者界面也更加简单易懂 不需要像和Chad GPT一样打字进行对话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全面 更聪明的AI助手 那Chad GPT就是你需要的了 它能够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进行智能对话 并且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资讯 让你拥有更广泛的知识 不论你选择Chad GPT还是Siri 都可以提供你不同的使用体验 让你在生活中更加轻松自在 谢谢收看